谁掌握话语钱 谁定天下之大局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街球论》 我是赖月谦 我们观察在这段事件以来 追随美国 不管是特朗普或者是拜登 特别是追随拜登的 没有一个国家友好下场 这当然也包括拜登自己本人 大陆很多的朋友 喜欢讲到拜登的时候 这个拜字 他们喜欢用失败的拜 来讲这个拜登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失败的人 他不只让美国人失败 他也让美国的盟国失败 他事实上也让整个世界都失败了 所以拜登在中国大陆的 很多的网友中 都把拜登的拜 用失败的拜来去做 他的另外一个名称 美国过去曾经在二次大战之后 甚至在二次大战之前 一战二战的时候 他参与了两场战争 而这两场战争都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那他在第二场战争中 有效的阻止了法西斯 军国主义 纳粹主义 他们本身的扩张侵略 也就是有效的 把这个纳粹主义挡住了 那么把他击败了 把日本的军国主义击败了 所以在二战之后 美国的声望如日中天 在绝大部分的国家中 美国有相当高的一个地位 跟领导能力 那由于战争没有在美国爆发 美国确实也在战后成为全世界 经济科技各方面的发展 都是蓬勃发展 都是领先的一个国家 所以当时很多人讲 美国是伟大的 伟大的美国人 我想这个是当之无愧 因为美国从二战结束以后 他不管在每个领域 他都是居于领导的一个地位 科技是如此 学术发展也是如此 经济更是如此 然后在美元的金融的影响力上 他的整个支配力 当然都是在全世界直牛耳 军事领导力也是如此 所以美国有相当的一段时间 他们本身呼风唤雨 不可一世 他后来组建了G7 然后想用G7 这些工业化的国家 然后来掌控支配 整个世界的经济规则 经济秩序 后来扩张到金融 再扩张到科技 那么最后 他们想把他们的力量 扩张到政治的时候 整个世界开始产生了 值的变化了 因为原本还有一个联合国在 一直有联合国 也就二战之后 联合国成立了 那解决国际间 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么多的争端 其实联合国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也是一个可以来解决国际争端的一些有效的平台之一 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平台 也不是唯一最有效的平台 但是它却是一个 在当时的美国的政治领导人里面 所构想的 大约是平等的 大约是可以被接受的 这样的一个政治权力结构机构 那它可以解决大大小小的各方面的问题 当然碰到大国之间的问题 它能有效解决的空间就小了 但是对于小国在区域间的问题 他们大概都能够解决 可是当G7想要凌驾于联合国之上 安理会之上的时候 它的值产生变化 这样的一个情形 就不利于它自身的发展了 所以长眼的角度来看 G7的组织 其实不是一个健康性的组织 那现在更证明 G7的影响力已经削弱了 所以欧巴马上来了以后 就说G7已经是过气了 因此要用G20来取代 就成立了G20 占85%的一个机制 来解决国际间的经济跟金融的问题 但是它基本上不去碰触政治的问题 而由于G20的影响了G7 G7本身的功能跟角色就越来越弱了 那我们就把它放一边 可是要谈到今天的主题 就一定要谈到G7 那就是因为G7的国家 都在追随美国 那美国现在是拜登主政 所以他们绝大部分 都追随美国的拜登 那追随美国的拜登 结果他们每一个都没有好下场 而且由拜登所组建的尔克斯 更没有好下场 没有一个国家 包括拜登自己在内 没有一个国家有好下场 现在即将要召开的 就是在7月9号到11号 拜登想奋力一级的 那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75周年成立纪念日 他们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拜登要在这个地方 展现他的领导威力 展现他的能力 而已经对外讲明了 在这一次北约的峰会中 把澳大利亚 纽西兰 还有日本韩国等亚洲的国家 的领导人都邀请到华盛顿 来参加北约峰会 而他们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发展 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发展 而且他们对外会放出 很强烈的政治讯号 拜登现在为了自己的选举 他要向美国的国内 展现说 他是对中国大陆最强悍的 最强势的 这样的一个领导人 其实根源就在于 拜登上来之后 一直针对于中国大陆打压 然后造成了 拜登自己本身受重伤 其实拜登没有去看看前侧之鉴 所以拜登把自己就害了 他的前车之鉴 就是特朗普 美国过去的总统先举 在美国从立国以来 他们的有史记录中 连任者通常具有绝对的优势 由于连任者 掌有整个政治资源 掌有整个决策权 然后掌有整个情报的资源 所以他对于国内的各个情报 他掌握的基本上是比 他的对手还要多 更重要就是因为 他有决策权 不管是经济的 金融的 卫生的 教育的 甚至国防的外交的 他都拥有决策权 所以他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很多金主 很多人都要满足于 这个美国的总统的权力之下 想从中来获得利益 因此他们支持 现任的总统竞选连任 在这个部分里面 比较没有悬念 所以通常在过去都是这个 连任者基本上是优先 而且通常都会连任成功 可是特朗普上来了以后 他就一直针对中国大陆 打发动这个贸易战 结果特朗普却是少数 没有连任成功的总统之一 那就是特朗普 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特朗普之所以会下台 那跟他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 有绝对的关系 拜登上来了以后 其实他如果要顺利的连任 他当然知道 在国际间的事务的处理上 不管是金融的 能源的 经济的 科技的 政治的 外交的 区域安全的 这么多的领域 都需要跟中国合作 最少七大领域 如果再加上气候变迁 就是八大领域 八大领域都需要跟中国合作 没有跟中国合作 他春步难行 但是他不是 他变本加厉 他没有记取特朗普的教训 他变本加厉 然后在这八大领域中 除了气候变迁以外 他几乎对中国大陆 都采用最不友善 最不礼貌 最不客气的做法 这个做法其实连气候变迁中 谈到节能减碳的问题 对太阳能板 光辅能板 对于电动汽车 他一样对中国大陆下重手 这样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把美国搞得一塌糊涂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 全世界所有的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 没办法解决 能源问题 没办法解决 美国的大众物资 包括能源 包括大豆 牛肉 农产品的销售都出问题了 美国的通货膨胀高举不下 跟贸易战有绝对的关系 美国的这些大众物资 卖不出去跟中美的贸易战 跟中美的经济恶化有关系 区域间的安宁跟和平 不管在非洲美国的重挫 在中亚地区阿富汗美国的重挫 以及在俄乌 欧洲发生的战争 以及在中东的战争 在东北亚的紧张局势 就是拜登一筹莫展 那就是因为他一直在打压中国 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 携手合作 那更不用讲科技领域了 经济领域了 金融领域了 现在美元 美债 遥遥遇坠 所以拜登把自己搞砸了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敌对中国 他敌对中国 结果今天使他在连任的这条路上 他的党内已经发动了这些逼宫的一个力量了 他的副手贺锦丽 眼看着拜登可能大势已去 就想把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把他拔掉 让他连最后一根大草都拔不掉 都抓不到 所以贺锦丽 他就跟他的金主 跟他的团队 就等于是宣布 他们准备好了 他们有意愿 然后也发动各种民调 我想拜登跟他的团队还有吉尔都看在眼内 也就是拜登的夫人吉尔都看在眼内 拜登的副手贺锦丽 落井下石 想取而代之 那他的金主呢 一百多位金主连署 要求拜登不要再选了 说你太老了 百分之七十四的民调 这是纽约时报做的 百分之八十的民调 这是华尔街日报做的 都主张拜登太老了 你不要再出来选了 华尔街日报成篇累赌的 在攻击批评 要求拜登不要再选了 党内的政治压力 金主的压力 舆论的压力 再加上他的副手的背叛 拜登他起虎难下 但是拜登他最后讲了一个名言 他的名言就是 除非上帝降临 叫我不要出来选 不然我将选到底 但是他说上帝不会降临 所以上帝不会叫他不要出来选 他就一定会选到底 我们看到民主党内的这种焦虑 对立紧张已经耀然于纸面上 这就是拜登自己也没有好下场 一个提名都搞得这么的难堪 一个竞选连任民调输 特朗普 而且越来越来越扩大 这个对拜登简直是噩耗中的噩耗 坏消息中的坏消息 拜登该怎么办 拜登把自己搞垮了 这三年多以来对中国大陆的不友善 八大领域都可以合作 结果采用的都是对抗 所以使拜登现在国内的问题 痛厚膨胀 医疗保健的问题 移民的问题 各方面的问题 他层出不穷 一个都没法解决 国外的问题 一个都没法解决 拜登变成美国人眼中最弱的一个总统 最败的一个总统 那这个总统把自己也搞垮了 接着我们来看看 他的盟友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我们往北看 往北那也就是G7中的成员国之一 就是加拿大 加拿大也没有好下场 六月也就是上个月下旬 多伦多举行的补选 结果过去长达三十年执政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铁票区的 自由党的多伦多惨败 而他的对手大获全胜 我们再来看看杜鲁多的民调 杜鲁多的民调也是一塌糊涂 有百分之五十九的加拿大人 对于杜鲁多是采用负面的看法 肯定他的只剩下百分之三十三 多可悲啊 六成接近六成的加拿大人认为杜鲁多 不堪胜任 不适合当国家的领导人 而支持他的只剩下三十三 那支持自由党的呢 竟然比他的敌对的政党 落后了百分之二十 他们很多执政党的党员的这些 从政的议员 他们这些国会议员的候选人 他们在想铁票区多伦多都败得这么惨 那现在我们落后于执政 在野党百分之二十的支持度 我们怎么选啊 杜鲁多原本是有机会 跟中国大陆建立很好关系的 因为他的父亲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 他从小也常常在中国来往行走 所以他对中国其实是并不陌生的 那因此本来杜鲁多 他可以不要追随美国走自己的路 结果杜鲁多选择追随美国走自己的路 从特朗普时代一直到拜登 越远越烈变本加厉 对于孟晚舟的不友善 对于孟晚舟的这种非法的这种逮捕 构成了整个中国人的愤怒 整个中国政府的愤怒 我们看到杜鲁多把自己搞砸了 接着他就一路走黑走到底 今天他很有可能会 他的执政党自由党 会终结在他的手中 多伦多就是一个明显的政治讯号 如果杜鲁多还执迷不遇 继续追随拜登 追随美国去仇中反中 我相信自由党应该会被击败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那就是英国了 英国的保守党苏纳克 这次败得非常惨 而工党在十四年以后 重返这个唐宁街 重返执政权 重返执政权以后 新的工党的领导人 会不会改变他跟中国的政策呢 大家要看的是 他会不会继续追随 拜登的仇中反中的路线 因为过去英国的保守党 不管从强森到特拉斯到苏纳克 他们都追随美国的拜登 走仇中反中的路线 在走仇中反中的路线中 使保守党一路惨败 一路败到底 强森丑闻缠身 特拉斯是保守党 或是英国史上有史以来 最短命的领导人 本来英国跟中国 要打造中英黄金十年 那也就是当英国 退出欧盟的时候 英国应该跟中国大陆 保持更紧密的合作关系 这样子他可以降低 欧盟对他的伤害 也就是降低脱离欧盟以后 对英国贸易的伤害 然后能够增加更多的筹码 跟欧盟谈判 使英国具有更好的条件 跟欧盟谈判 也可以跟美国谈判 结果英国的保守党走错路了 他们跟中国搞坏了 他把黄金十年撕掉了 那是英国单方片面的撕毁 为了追随美国 为了追随美国 片面的撕毁 跟中国黄金十年的合作计划 结果他换不来 美国给他的自由贸易的承诺 所以严格上来讲 就是被美国人骗了 换不来对美国自由贸易的承诺 又搞坏了跟中国的关系 他根本没有筹码 没有条件跟欧盟进行谈判 所以欧盟的态度就非常的强硬 英国这整个外交政策 跟欧盟的贸易完全没有立足点 跟美国的贸易一筹莫展 跟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 英国的经济衰败了 英国人越来越穷了 英国的失业率越来越高了 物价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英国严格上来讲 简直叫做一塌糊涂 这样的一个国家 就因为他追随美国 追随拜登去搞仇中反中 片面的撕毁了这个中英合作关系 他没有好下场 强身下台了 另外一个就是特拉斯下台了 现在苏拉克也下台了 整个保守党都下台了 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再来看看同样是 安古鲁萨克逊语系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莫里森也追随 这个美国 追随特朗普跟拜登 特别是拜登 一直跟中国大陆 这个仇中反中 而且变本加厉 在疫情期间对于中国大陆更是毫不留情 更是凶狠无比 结果莫里森的政党惨败 所以当在野党工党重新执政了以后 他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修补了跟中国的关系 现在我们看到澳大利亚的政坛趋向于稳定 北约这次峰会也邀请了澳大利亚去参加 我们看到AUKUS已经几乎是名存死亡了 他运转不下去了 而北约峰会的时候又要把这个 澳大利亚的总理拉过去 要搞仇中反中 澳大利亚已经逐渐从南海间脱身了 那现在如果他去参加北约峰会 而北约峰会已经放出声音 说就是要对付中国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 澳大利亚的总理如果去参加这个会议的话 那显得格格不入 中澳的关系又可能产生变化 澳大利亚总理这次采用了特别的政策 说因为没有安排或是安排不到跟拜登的对话 所以他决定不参加了 这一次北约的峰会是在很近的距离 就是美国召开 而澳大利亚是缺席了 所以使这个北约想要把力量发展到亚太 发展到南太平洋这个部分里面 似乎还没开会之前 也已经喷到了一些挫折 至少澳大利亚不愿意当出头鸟了 不愿意当出头鸟的现在的政府 显示出他政坛稳定 而过去当极先锋的澳大利亚的总理 追随拜登的 追随特朗普的 却是惨败 惨到无敌 所以我们看到安格勒萨逊族的英国惨败 加拿大惨败 莫里森的澳大利亚惨败 好 再来看看欧洲 欧洲过去美克尔连续执政十几年 结果这个绿党上来了以后 也追随拜登 尤其是他的国防部长 外交部长跟经济部长 兼副总理 也都在追随拜登 对于中国大陆极不友善 现在我们看到在德国的情形是 执政党排名第三 然后绿党第四第五这样子 所以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的恶化了 也就是说在野党有可能在下一次的选举中 就取而代之了 会造成现在执政党联合执政政府的 红绿灯的执政政府 就是红绿黄灯的执政政府彻底惨败 德国是如此 我们来看看意大利 不也就是因为追随拜登 然后极右翼的上台了 现在法国马克龙虽然没有完全追随拜登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极右翼的选举 在这一次中大有涨获 成为全国第一大党33%的支持度 那就是因为欧洲的这些国家 G7的这些国家 那么都一半的 或是全心全力的追随拜登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包括法国在内 法国追随一半 但是也没有好下场 更何况全力追随的 没有一个国家友好下场 我们看看东北亚 东北亚的日本岸田文雄 上台以来这三年 卯足全力追随美国 追随拜登 他更惨了 他现在要连任 几乎是无望的 他剩下的支持度 只剩下百分之十六点多 在整个自民党 九月可能是二十号 要举行总裁改选的候选人中 他敬佩莫作 他一直希望美国能够拉他一把 能够再帮他 能够在日本里面来获得胜利 可是看起来是越来越困难 越来越遥远了 石破茂目前的民调支持度 二十八是领先的 我们看到 现在是连麻生太郎 岸田文雄请他吃两吃饭的 麻生派的麻生太郎 内部的一个大将叫做河野 河野本身已经向麻生 提出他想要角逐 这个自民党总裁 他希望他的派系支持他 所以如果他的派系支持他 就不会去支持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的支持度 看起来那就连任无望了 所以他九月下台的可能性 是最大的了 岸田文雄大家都知道 他从上台以后 就彻底的追随拜登 仇宗反忠恨忠 那么把中日的关系搞得一塌糊涂 现在日本的日元贬到161对1美元 而当日本想要介入 卖掉美国政府的公债 想要救日元的时候 叶伦就出手了 说你日本是外汇操纵国 要修理日本 所以事实上 美国对日本的打压是毫不手软 你只要想卖美国政府的公债 救日元 我就说你是外汇的操纵国 我就要制裁你 我就要修理你 所以日元一直跌一直跌 跌破150块 央行连续出手了几次 都救不回来 现在跌破到161块 日本的情况 日本人他们普遍觉得他们贫穷 他们是三十年来 三十六年来 他们最贫穷的时代 日本人觉得他们的生活困难 日不复出 物价高涨 收入不涨 就业机会难 所以日本人越来越没自信 被认为是一个穷国了 这就是追随美国的下场 跟中国大陆搞得这么的紧张 东北亚的局势也越来越紧张 而对日本一点好处都没有 追随美国得到这个下场 而日本人的这些自民党的政客 难道还要继续追随美国吗 尹西约不也是如此吗 尹西约也是一样上台以后 完全追随美国 萨德系统也好 对中国极不友善 介入台海的问题 介入南海的问题 然后去参加北约的峰会 然后去参加G7的峰会 然后就是要去修理中国 制裁中国 结果造成中韩的贸易 整个反转 从盛查国变成逆查国 而中国还是日本 而中国还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韩国的经济每况愈下 韩国的整个经济发展 情况是越来越糟 现在尹西约的丑闻残身 那百万人联署要求要弹劾他 即使弹劾不成功 但是他也被 即使弹劾不成功 但是他也被羞辱了 被韩国人唾弃 被韩国人羞辱 他的国会也输得一塌糊涂 沦为在野党 所以韩国事实上 尹西约从上台以来追随 美国的下场也是一塌糊涂 这些国家难道都不会想想 他们这四三年多以来 猛烈的支持美国来对付中国大陆 结果没有一个国家有好下场 连拜登自己连美国自己都没有好下场 我们先来看看 英国的新的首相他会怎么做 他会参考澳大利亚的做法 还是会继续走这个 苏拉克的甚至强生的 做法我相信他的政治智慧没有那么的低 他应该不会再继续追求 他应该不会继续追寻 这个他的敌对政党 也就是啊这个 苏拉克他们的外交路线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有多少空间呢 他有多少政治手腕来跟美国抗衡呢 来跟美国周旋呢 这要看他的政治智慧了 不过我们总结一个结论 追随拜登的国家政治领袖 没有一个友好下场 喊拜登自己本身在内了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